很多人在學新藥學不好 就是因為你一直在看這個宮位 你一直不知道他到底要破在什麼地方 他到底要怎麼破 其實就是 好 大家好 我們是有求必應的學會 你們有要求我們就會馬上來解釋 但是還是一樣 按讚分享跟小鈴鐺 有很多人對於五曲星如果放在夫妻宮 很難去理解跟解釋他 因為他是個孤寡星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希望我們來講 更多關於五曲星的雙星祝賀 在夫妻宮的情況 我們今天就來講五珀這個祝賀 五曲這個組合 很多書上都會提到說 他不適合跟破均星放在一起 那為什麼不適合跟破均星放在一起呢 因為 五曲星在某個角度上面來講 他會被視為是我們的 金錢價值觀 我們常說破均星是你 那個人生中你那個浪漫的那個部分 這個人如果 雙星我們講說 他就是前面的顆星 好像老公 旁邊的顆星好像老婆 這個務實的男人娶了一個浪漫的老婆 是不是很容易花到老公的錢 因為這樣的組合 所以 很多書都會說 無許不適合跟破均星放在一起 好像是會損財的意思 可是實際上是不是真的是這個樣子呢 這個努力賺錢的老公如果有一個 有夢想的老婆也不會讓這老公這麼的死板板的 不是嗎 其實無許破均 放在夫妻公 坦白說對於夫妻公來講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組合點 不可否認他如果放在也許放在命公或財博公 可能就有這種什麼 花錢不手軟這樣的事情 但你想想看 花錢不手軟這個事情 如果是你老公呢 那是不是很棒呢 如果本命 我們在講 不斷跟大家提醒 本命都叫做是你的個性特質 跟能力 跟想法 跟態度 本命的夫妻公 代表了呢 你對感情的態度跟想法跟你喜歡哪一類的人 如果單純的 很多人對於雙星很難 很難去理解的時候 建議大家你可以先這樣子想 如果我單純只有一顆無許心的時候 我是不是會 對應我的本命 夫妻公 是像一個無許樣子 怎麼解釋呢 我的 天生的個性特質 什麼個性特質 感情上的個性特質 很務實 務實在什麼地方呢 務實在金錢上面 也就是說呢 我很務實的對待你 我該覺得對你好 我就給你簽 會希望說呢 找到一個 對金錢 很有金錢觀 很務實的 對象 也不會喜歡亂花錢的人 如果男生啊 總是想要用錢來打發女生 女生就會覺得說 哎呀這樣子好像 少了一點情趣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被解釋成 這樣子的人呢 可能是 比較孤寡啦 或是可能是他 比較不懂得 怎麼在經營感情啊 這個是基本上無許是如此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 加上一個破均心呢 他在情感上面 要願意為你在金錢上 做的一些付出呢 又有點浪漫 又有一點夢幻 又有一點覺得 只要你喜歡 只要我可以 那就來吧 錢就給他花下去 這樣子 好像又好一點 所以呢 舞珀 在 富氣功上面呢 通常都會表示說啊 他算是在感情上面算是大方的 但是呢 他還是要去考慮到說 這個錢他花的到底值不值得 畢竟他還是無許心嘛 對不對 對公是天相 是不是就表示說 我可以很浪漫喔 我可以很大方喔 我可以對你 在金錢上面 開心我們就花喔 可是呢 我還是有個規矩在 如果說 我覺得啊 錢啊 應該要花在教育上面 但是你一直把它花在包包上面 那我可能就會覺得 這樣子不行 可是我覺得錢應該花在教育上面 多少錢我都可以 所以 舞珀的這一組 其實啊 在富氣功 你只要有辦法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主要功位啊 他到底想要展現什麼東西 其實在對公 很多人在學新藥學不好 就是因為 你一直在看這個功位 你一直不知道他到底要破在什麼地方 他到底要怎麼破 其實就是在對公 我 內心有個規矩 那如果說我們知道他的規矩的點在什麼地方 那我就會知道說 順著他的毛摸一摸 那他就會很願意把錢掏出來 所以基本上 舞珀這個組合啊 在富氣功上面呢 其實算是還不錯的 你自己的感情價值觀是如此 之外呢 你希望找的人 也會是像這樣子的 也就是你會希望找一個呢 有好的工作理財也不差 然後那個很勤奮 向上的一個人 這個當然不會拿來形容女生 那如果是男命的話呢 我們就會講說 他喜歡 那種 比較獨立自主的這樣子的女生 在情感的經營上面 對金錢上的事情不要消氣 也會希望說呢 他要對自己是大方的 然後有一些夢想 對人生有些方向 懂得經營自己的人脈關係 因為對共有天相嘛 兩個之間只要知道說 他的價值是什麼 他的要求是什麼 很好溝通 順著他的意識走 基本上他就會是一個大方的人 所以你 自己是夫妻公是五婆 命公是五婆 感情價值觀想要找的人 就會是像這個樣子 感情價值觀 也會是一個 在情感上面的大方的人 如果說 你是夫妻公是五婆 你就會覺得 你要找到的是 這類型的人 追五婆 在夫妻公的人是不是很好追 就是知道他要什麼 然後大方的給他 而且他也不會跟你亂要 因為他算 他還是舞曲 他還算是舞失的 OK 那這個是五婆 在夫妻公主要的結構 一樣的還是要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再聽到我們 有講到任何任何 對感情有殺傷力的事情 而剛好你老公也是這個本命盤 你就跑回去這樣子問他 那 殺傷力可能又回到我身上 這樣子不行的 本命盤之外 其實你還是要看運線 那是一個基本的 個性跟特質而已 吳雪昕 他剛好四話會全部具備 露權科技全中 露權科技全中 那 吳雪如果化露 這個無可否認 無庸置疑的 他對情感上面 金錢的花用絕對是大方的 這當然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有的時候你是他女朋友 卻不見得是他的夫妻公 為什麼 因為他不愛你的 對不對 他可能愛另外一個女人 那你可能只剩下天象 還有很多規矩 這個是常常人家誤會的 你會覺得說 哎呀夫妻公講的就是我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 不是不見的 紫薇斗數講的是實質影響力 你是他愛的人 那 這就是他的感情態度 在對待你 你如果不是 那他可能把你放在 也許不義啊 天宅啊 什麼其他公圍上面 如果說是 化權呢 化權就表示什麼呢 化權表示說 這個人啊 他當然是大方 但是呢 他就會 希望用金錢來掌控他自己的愛情 不管是因為他給你錢 你要聽他的話 或者是說 希望你的錢被他灌 好 這個就是化權 希望用金錢來掌控他的感情 那如果他是 化科呢 吳雪昕化科在財工 我們都說他是破財 對不對 因為你會 把錢 花錢這件事情 賺錢這件事情 拿來當成自己的 門面名聲 跟自己驕傲的地方 那同樣的呢 化科在夫妻公 吳雪化科 也就表示說 他還是 也是那種 會願意 為了感情大方的花錢的人 但是呢 這個小缺點就是啊 化露的那一組 默默的付出 隨時的付出 你愛怎麼花怎麼花 化權的這一組呢 付出 愛怎麼花怎麼花 但是你要聽他的 那化科的這一組呢 也會花 但是呢 花完之後 他就會告訴大家說 哇 你看我對我的另外一半有多好 那當然也OK啦 反正男人只要大方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女生呢 女生如果是這一組的話 也很不錯 各位網友 如果你年紀很輕 你不想要再努力了 你要想要找一個 阿姨或姊姊 也很適合找這一組的 當他化科的時候 很妙的一件事情 他剛好破軍就會化圈 這邊化科這邊就會化圈 就會表示說啊 當煞星很多 他三分身又會到 賢池啊 天窑啊 或者是還有什麼文曲啊 這些 在三分身會進來 然後有 比較多浪漫情懷的情況之下呢 他就會變成 我 花錢 而且我要掌控我的愛情 而且怎麼掌控呢 我要透過很多很多很多的機會 來掌控我的愛心 那當然 風險就會高一點啦 再來 花季 這邊是花季 花季 當然就表示說 我呢 會有所空缺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有所空缺 為了金錢造成我感情價值觀上有所空缺 這一組裡面 他最會去要求說啊 我在情感上面 兩個人是不是金錢價值觀能夠相同 如果不能夠相同很容易就會因為 金錢價值觀的事情會產生一些紛爭 以上呢 這個是啊 五曲破均然後他 碰到四畫 的時候 搭配上 當他五曲畫科的時候 破均畫圈 大致上 對於 這個感情的解釋 在本命復興的時候他感情的態度 簡單來講 五曲這一組的人呢 只要是五曲細的 說實在的 他都算是對感情上 比較簡單的那些人 因為他的態度就是 你是不是對我好 而這個對我好 他要很清楚看得到 就是在 金錢這件事情上面 那不是說這些人 比如說 女生 無許破均他可能就是愛錢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他很希望看到的 就不是 你講跟他講說 我愛你 等一下那個吃完飯 我們一人一半 或是說 我好想你 那間開房間 那個我忘記帶籤 這樣他可能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如果說呢 你 能夠去了解他 事實上呢 他算是 很好掌握的 一個情人 好謝謝大家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